怪手吊著一張大網 開在彰化二嶺的菜田裡 旁邊的採收工人們 熟練撿起地上的截頭菜 默契配合拋接入網 一起呵成這樣的場景 每年二到三月的 截頭菜採收期 都會在田裡上演 而這些採收工人 都是菜農雇來的零食工 他就是一個 兩個人在採收工人 然後全部的人他就是這樣子 一個接一個這樣丟 第一個會彎腰 會起身那個最累 因為那個大部分 都會年輕人在前面 十七歲到十七歲 零食工分為兩種 一種是在長時間 彎腰蹲下的收割工 日薪一千四百元 另一種則是拋接工 日薪一千兩百元 每次收成都需要 十幾個零食工齊上陣 連續工作六天 但截頭菜跟籃球差不多大 一顆重達五六公斤 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勝任 換算時薪也都比其他的 做零食工的蠻多的 但是真的 足以勝任的不多啦 我們還是要賽訊一下 訪問一下 問他 有沒有做過農務的工作啊 或是說 你有沒有做其他的相關的 這也是有點勞力活的工作 最怕有零食工 半途為費 蔡農還祭出全勤獎金制度 來做一天之後說 我沒辦法做 隔天就不來 我們變成少了人 其他人會分擔更多的工作量 如果六天 一天一千二 六天是七千二 那我最後再給他加一個八百 就當作全勤獎金 你六天全程完成的話 就付八千塊的工作 拋戒工作看似簡單 但一做就得堅持整整六天 應徵前可得仔細評估 悲誠勿擾 蔡翠許書維 張華報的